以自家晶片為傲 英特爾先前才宣布將斥資 33億美元在德國建晶圓廠 如今卻傳出自家晶片問題難解 趕緊找靠山來幫忙 準求助台積電傳出是因為 英特爾在晶片良率方面 一直深受延遲和缺陷兩大困擾所苦 外傳2024年到2025年之間 英特爾僅6000億元訂單 將因此外包給台積電來負責 其實還是在努力的解決問題 所以未來會不會良率可以跟得上來 那英特爾還是會有大部分的訂單 給自己的代工廠 三奈米之城搶得兇 南韓媒體又再度力拱三星 直至因為台積電三奈米產能 被蘋果全部包下 讓高通AMD、英特爾 甚至聯發科有意轉向跟三星下班 沒有辦法拿到最優惠的價格 但是他們肯定也不敢把大量的訂單移走 因為這個風險太高了 Air熱潮持續發燙 帶動三奈米需求網 儘管三星具有價格優勢 但台積電高穩定性高良率 恐怕人士高通AMD等大客戶 積極搶單首選的重要關鍵 三星文林宿舍 劉富慈台北報導